梅萍轰厚 桑仪也未周全 本宫也想为她办一场法事 就一并安排了吧 这种心思歹毒的女人 有什么可超度的 庆平 梅萍在世的时候确实对不住你 但是她所做的事 也许并非是她的本意 而且她也受到了惩罚 如今人走灯灭 让她可以走得安身些 也算是咱们一起在宫里 伺候皇上的一份勤奋 皇后娘娘这话说的 梅萍是怎么害得庆平不能生育 这宫里人人皆知 她自己也是认了的 怎么这会儿子 皇后娘娘倒说起 不是她本意了呢 听说梅萍走的时候 是皇后娘娘去送了的 不知梅萍跟皇后娘娘说了些什么 倒叫皇后娘娘生出这许多心软来 梅萍临终的时候 确实对本宫说了许多的真心话 本宫也确实觉得她可怜 这狠毒之人哪来什么真心 又哪来什么真话 梅萍对着本宫认了是她害了庆平 这是真心话 梅萍也跟本宫说 是她因为丧子之痛而失了心性 这是真心话 梅萍还说 宫里的孩子可怜 从她的孩子到怡萍的孩子 到孝贤皇后的七二哥 不知道是着了谁的手 死得冤枉 这更是真心话 梅萍和怡萍的孩子 是着了人的手 但七二哥天生体弱 不是因染痘而哄的吗 就是 七二哥是因她的乳母 春娘生了痘 才染了痘医早药的 这也是满宫里都知道的 又有哪里冤枉 本宫也在想 宫里是传痘医 但是长春宫算是平静 七二哥天生体弱 伺候她的人一向谨慎 乳母更是并未出过长春宫 为何偏是她得了痘医呢 双痘这种事 谁又说得准呢 说得也是 梅萍临终的时候 跟本宫说 她曾经见过 慧贤皇贵妃的侍女莫星 后来莫星得了痘医末了 结果梅萍没事 反而是乳母和七二哥 得了痘医 这确实也是说不准的事 这有什么可说的 难不成还是母心也去见了 春娘才得的痘医 生痘的事 若要怪 也只能怪她自己福薄罢了 家贵妃的意思 难道是七二哥命当该绝吗 若非七二哥早邀 孝贤皇后就不会伤心过度而崩世 你是说 妻二哥和孝贤皇后 福薄吗 我并无这个意思 令妃又何必故意曲解 家贵妃 这话是你刚才自己说的 谁曲解你了 家贵妃 你放散这些话 可是对孝贤皇后 和七二哥的大不敬 你们这是刻意在针对我吗 人必自武而后人武之 家贵妃难道怪得了别人吗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家贵妃如此出言不敬 臣妾以为不能坐视不理 臣妾请皇后娘娘娘 对家贵妃施以成妾 以正宫归 对家贵妃 对家贵妃 你言语不当 对孝贤皇后和七阿阁不敬 你的六宫侧目 那本宫就罚你替孝贤皇后和七阿阁 画质百条金帆 送去盛水玉皇陵忏悔 在此之前不得出其小宫 皇后娘娘娘故意刁难臣妾 对家贵妃 臣妾要跟皇上去陈情 后宫的事 难道皇后娘娘 不能自己做主吗 家贵妃你自己犯了错 还要去叨扰皇上 家贵妃 皇后娘娘已经很宽佑你了 家贵妃 你放心 本宫会向皇上回禀你今日所为 再看看皇上怎么处罚你 家贵妃娘娘 您请吧 家贵妃如此嚣张 早该好好责罚了 你们都各自回宫吧 臣妾告贵 tier Avo 如意啊 家贵妃言语实当 你对她敲打教训 是分内应当 要她追思孝贤皇后和永从 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但家贵妃 曾与孝贤皇后交好 纵然是孝贤皇后崩势后 家贵妃 有了争夺后衛之心 也不能代表 她谋害孝贤皇后母子 皇上还是觉得孝贤皇后崩世 欺阿哥早邀 家贵妃是无辜的 依你所言 梅嫔临死前的言语 其实她只认了是自己做的 并未拉扯上家贵妃 况且你也是隔了些时日 才告诉朕的 怕是心里也有一处吧 即便如此 永皇临死的时候提到家贵妃 梅嫔的鹦鹉也是家贵妃毒死的 臣妾不得不疑心 如意啊 只有疑心没有识据 朕也不能动她 皇上是为了御事 你不能这么对朕说话 臣妾就知道皇上 会这么对臣妾说 皇上 如果有一日 家贵妃真的被朕视 犯了滔天大罪 皇上不会再姑息吧 若真有那一日 朕自有分寸 这华金帆之后 朕会让她刺血助导 以表前程和忏悔 是 朱儿 您暂且仁仁 既然皇后娘娘 叫咱们追思孝贤皇后 咱们就追思呗 您可别气化在 自个儿的身子 追思她 活着都被本宫算计的 团团转的人 死了更是备用 走着瞧吧 皇后